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天天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空中留言版 有本书叫做《父母老了》 这本书谈到怎么样陪伴父母 好好的度过他们人生的下半场 在书里面谈到当我们挥霍青春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皱纹已经悄悄地爬上我们父母的脸庞 我们眼看父母渐渐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有些的父母年老的时候甚至得了阿兹海默症 就是老年痴呆症 他慢慢地遗忘了许多生活中的大小事 他的行为、模式、他的思考、他的言语、能力 都变成像一个孩子一样 这时候的你该怎么办呢? 空中留言版 我们今天来听听小鹿的分享 得了失智症的独居老妈已经86岁了 她还养了六条狗 真是有够勇啊 最近她不但游走在山中社区里 还像个爱躲懵懵的小孩 把家里面的热射藏在山中各个隐秘的角落 妈妈的新嗜好让我烦恼不已 所以我又向上帝诉苦求救了 亲爱的上帝啊 我妈妈养这么多恶行恶状的大狗 她不爱洗澡 痛恨洗头发 最近还揽上了到处丢垃圾的新习惯 我该如何让她过着快乐 但也是让我放心的晚年呢? 就在前天 我的好朋友带我去拜访 她住在阳明山上疗养院的八十岁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老人院 刚进入了大门 走了没多久 我就有点不习惯了 因为看不到一个年轻人 除了五星级的设备 这个养老院中呢 有非常宽敞的空间 也好干净 更安静 当我走到狮子老人区的时候 更加安静了 包着尿布的老人都没有交谈 呆呆地看着前面 目中无光 脸上无神 没有声音的大荧幕电视 一散散地在客厅中 发出寂寞的电波 那个时候我加快脚步地走了出去 心中也做了一个决定 如果我自己老了 得了失智症 连我都不想住进这样子的地方 我想我也不会让我老妈住进去吧 在这里我要说的 不是说这一家五星级的 疗养院设备不好 只是我觉得少了点人味 一种生命力 以及一种张力的生活 就像有一位从兰宇 搬到台北儿子家 住不惯的老太太 她说的话 她说 看不到月亮的地方 不是我的家 感谢上帝听了我的祷告 我想了一个好方法 让妈妈每天呢 拿垃圾来我家吃早餐 等她吃完早餐 服完药以后呢 我就会发给她零用钱 作为丢垃圾 以及吃药的奖学金 奇怪了 健忘的老妈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是呢 她每天九点钟 一定准时来我这报到 而且呢 在我每天重赏之下呢 她每一周 都会来我这洗澡洗头 狮子的老妈 每天呢 只固定穿一样的衣服 这个时候 我就会偷偷地溜进她家里 把她堆积如山的衣服 跟裤子呢 全洗了 放在我家里面 让老妈一件一件地折好 她一边折呢 一边开心地跟我说 呜 这些衣服好熟悉哦 我要带回家去穿 我故意就不让她戴 她呢 还要跟我抢衣服穿呢 目前 我正在学习 如何像个孩子 跟老妈玩伴家家酒呢 确实当我们在 挥霍青春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亲 也慢慢地年老 即将要走向 人生的终点 这时候的我们 怎么样好好的陪伴父母 度过人生的下半场呢 而且当你的父母 他们可能因着 年纪的老迈 他们的行为模式 他们的思想 可能都像一个孩子 甚至他们可能会做一些 让你啼笑皆非 或是让你很生气的事情 这时你又该怎么办呢 我想到圣经里面 这么告诉我们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再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但应许的诫命 也告诉我们说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不可离弃 你母亲的法则 这些都告诉我们 当父母亲年老的时候 我们依然要敬重他们 这句话真是带给我 很大的提醒 我想到有一次 我的妈妈呢 请教我怎么样操作电脑 教了她几次之后呢 她还是不上手 我就开始不耐烦了 我发现 我的内心里面 有一种对母亲 轻视的态度 促使我赶快 在上帝面前呢 认罪悔改 我们有时候 会不会因为父母亲 他们年迈了 我们就觉得 他们无论是在 学试上啦 或是在生活技能上啦 或是他们的言语乏味啦 以至于我们就 亲看他们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探望今天小鹿的分享 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帮助 跟提醒哦 最后我要送给你 这首歌曲 《智慧之死》 我们就下次 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智慧之死 是父亲快乐 愚昧之死 是母亲战友 你要是父母欢喜 是生命的引力快乐 智慧之死 是父亲快乐 愚昧之死 是母亲战友 你要是父母欢喜 是生命的引力快乐 你要听从父亲的识慧 经守母亲的规券 要常常洗在你的心上 挂在你的心上 你要听从父亲的心慧 经守母亲的规券 这要做你头上的观念 做你听从父亲的几脸 智慧之死 是父亲快乐 愚昧之死 是父亲战友 你要是父母欢喜 是生命的引力快乐 智慧之死 是父亲快乐 愚昧之死 是父亲战友 你要是父母欢喜 是生命的引力快乐 你要听从父亲的识慧 经守母亲的规券 要常常洗在你的心上 挂在你的肩下 是父亲战友 是父亲战友 优荣